小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 这次美西大峡谷环线游 最让我惊艳的是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它位于犹他州 距离Zyle西安国家公园 两小时车程 布莱斯峡谷国家公园 以独特的岩石柱地貌分泌 数以千计红色、橙色、粉色、白色的岩石柱 形成一大片壮观的石林 宛如一座宏伟巨大的天然环形剧场 这些岩石柱是经由霜冻作用 和雨水侵蚀而形成的 形状各异 在阳光的照射下光影交错 令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谷神功 布莱斯峡谷公园海拔很高 大约2400到2700米 我们去的时候 还有不少白矮矮的积雪 更为这独特壮丽的景色 增添了奇幻美妙的秘境 布莱斯峡谷的日出和日落都超级出篇 所以如果天气好 而布莱斯峡谷最好是前一天傍晚之前 赶到这里看日落 第二天一早看日出 可以选择在 可以选择在 Brice Point Sunrise Point Sunset Point 或者Lower Inspiration Point 这几处看日出或日落 我们现在来到了 inspiration Point 哇 这红色 这很鲜艳 这里海拔是8100尺 大概2400米 很高的海拔 所以是上面还有很多积雪 第二天看完日出后 可以驾车30分钟 到公路尽头的Rainbow Point 再用半天的时间一路往回玩 在景点停车赏几 再挑几条徒步步道走走 近距离感受壮观的岩石林景观 其中最经典的步道是 Navajo Loop Trail和Queen's Garden Trail 除了岩石柱 布莱斯峡谷 还有天然的岩石谷门 其中最著名的是 Natural Bridge 天然石桥 白色积雪点缀的天然石桥 令人叹为观止 这期视频是我们 美西大峡沪环线 游记攻略系列之一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关于这条线路的景点和行程攻略 欢迎翻阅我们这一系列的其他视频 小水滴 这是生活无限精彩